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事故造罪惑以不得常逆 若于愚芒常逆几过 彼虽不知 然诸佛正等觉者 现前观见一切法故 细知我所造作一切罪惑 若于彼等常逆几过 反令自身极为羞耻 佛志大师这边写得很透彻 说这个造了罪惑 犯了错之后不要常逆 不复不常 如果说你对于愚芒的人 或者是愚痴 或者是看不见的人 你常逆你的过世 好像他暂时对方会看不见 可是你对于佛陀 这个一切辨智者 一切自制者 他是现前关键了解一切法 对于我的过去 现在未来的状况 都清清楚楚的 这样子的佛陀 那个时候你对他常逆自己的过世 你应该只会觉得更羞耻而已 好 那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好 那下面是正如老师的解释 事故造罪惑 不得常逆 为什么呢 如果跟一个笨的人 跟一个傻的人 或者没有眼睛可以看的 你藏东西 比如说一个人把眼睛蒙起来 你藏东西 你不用藏 他也看不到 但是对一个 看到的清清楚楚的 这是世尊 他看得清楚 什么都知道 你每一个心念 甚至你过去八万大节 到未来多少节 他都看得清清楚楚的 你还在那儿躲 捉迷藏 还觉得挺厉害的 人家都不知道 因为佛陀的智慧就是如此 法界一切法 他都完全的了达 一般来讲 就是说 这个阿罗汉他们 竭尽他们的智慧的能力 去观察 最多也只能了解 这个前后八万大节的因缘 就是过去八万大节 到未来八万大节的因缘 他们可以了解 再超过八万大节 他们就没办法了解 但是佛陀的一切自制 就没有任何限制 没有任何限制 没有任何时间的限制 所以我们自己的过去 未来现在 佛陀都看得清清楚楚的 所以正如老说 你还在那儿躲 捉迷藏 还觉得挺厉害的 人家都不知道 说彼虽不知 然诸佛正等觉者 现前关键一切法固 现前 他就是跟在眼前一样 看的是非常清楚的 这点其实蛮特别的 那我们说佛陀的一切自制的时候 经典上的定义是说 当下限量了之法界的一切法 当下限量了之法界的一切法 他为什么很强调当下呢 因为一切法当中 是不是有很多是无常法 无常法是不是刹那坏灭 刹那在变化的 就是这种刹那坏灭 刹那在变化的法 佛陀都是当下限量了之 所以一切自制他有这个特征 当下限量了之法界的一切法 所以一切众生的起心动念 佛陀此时此刻 他也是非常的清楚 非常的明白 所以细之我所造一切最多 细之是什么意思 全部都知道 全部 所以若与彼等常逆己过 如果你在这样的世尊面前 尝自己的过失 反令自身极为羞耻 不是更难看更羞耻吗 好 应该是这种感觉吧 好 这个以前我还记得 这个 那个 你看小朋友可能会比较准一点 好 小朋友 因为小朋友有的时候犯了一些错 大人都看得很清楚嘛 如果他还要特别去藏的话呢 大人就会觉得有点看不下去嘛 就是这边讲的那种感觉 好 然后真如老师继续讲 说这是用一个理路 我们不是怕难看 所以把罪藏起来吗 但是 这个更难看 比不藏还难看 好 所以这边说是什么意思 当初想要复藏是因为你怕难看 对不对 那现在你在佛陀面前 如果你藏起来的话 其实比不藏还要难看 好 更难看 所以正好是一个反过来的看法 但是很多人还是以为藏起来比较不难看 不藏起来比较难看 这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正确认识的关系 好 所以这一点其实很重要 这是这边佛智大师还有真如老师 他们成立的因是什么呢 因为佛陀 师长佛陀他是现前关键一切法 所以真的不需要复藏 真的不需要复藏 复藏起来其实反而会更难看 好 让自己更觉得羞耻 因为他已经完全知道了 那你还要藏 好 那这个其实是让自己更难看的一件事情 所以想到这一点的话 所以就可以成立佛智大师这个结论 造罪多疑 不得藏你 好 不要藏你 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 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好 那这也是我们在三十五佛灿里边 这个在三十五佛面前 在师长佛陀面前 要发入自己的所犯的这个罪堕 好 很认真的求忏悔 不要做任何的藏匿 但是这边叫你不要藏 可是我们的习心又会很想藏 对不对 为什么我们的习心又会很想藏呢 为什么我们的习心又会很想藏呢 好 认真讲就是第一个 我们不了解佛头的功德嘛 我们不知道佛头他是对一切都细枝细见嘛 你现在既然要跟佛头求忏悔 他又对一切细枝细见 你还对他复藏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啊 我好 很好 这故事啊 我还没有还是说 我还有谁说 还是说 也就是我 我 来